语唱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三节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 超乎诸山高于万岭 百民都要留归这山 有许多国的民 前往雪来霸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分悔必出于石岸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其实当我们研究完耶路撒冷的牛腿 我相信大家都会 我看很多电影节目的见证 我都很因为很开心 因为好像我主日都提到 我们的主打的感觉 终于弟兄之门 需要欣赏 终于知道里面说的是什么 因为实际上耶路撒冷就是大君王之城 历到历世以来 所有这些人 他们的忠望所归 也是很明显 有耶路撒冷的存在 就知道是神的掌管 但现在我们看到 原来信仰的总和不是遗留在旧药 主耶稣基督章 开始了Olaf and Tev 而这个Olaf and Tev 将要是结束了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看过去这几年 神所给我们简直多度的印证 是突然间给我们真正知道 什么叫现实 就是世界的历史 政治 是代表了原来神的全知 并且全能 全然掌管 并且祂恩高我们 去说这一套信息 那种是可以说是 完全是不可以推毁的 是吧? 所以我们更加理解了这一节经文 真的是在说我们 在说训练 就是神所给我们 关于信仰整传的训练 再来说 没错 人类的建筑 钱财 买到整条街 或者是供楼 供到死 做供楼的奴隶 再来说是很有价值 但当我们看完这些基建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世上总有一样更有价值的东西 是远远超越这一帮人 所谓凡夫走出 这些凡人所选择的 你会看到这些 有一批人 早已经在过去的千百年里 已经拥有了这些金钱 财富 权益 但问题 他们竟然是为了 将来一样更重要的事情 去做这些基建 但如我所说 这些基建不是说我们 哪一个人 哪一条命 不是说这套讯息 说这套讯息 每个礼拜所说出来的 这些的教导 而起这些基建去人静 让你理解 真是没错 神在这里所重视祂的奋备 和教导 是穿越横跨整个人类历史 是最高尚最伟大 可以说是神 看重成为人类真正的 永恒价值当中的宝贝 因为这个就是神 一直都是强调他的话语 而事实上 为什么他强调他的话语 因为他创造万有 是直着他的话语 但问题 他如何才能将他的话语 去传递到这种能力 给人类呢 就是直着石安的见证 其实神将他的话语的拳柄 已经一步一步去转移 这种的恩赐去治愈我们 都拥有这种话语的能力 所以大家现在留意到 就是说 世界围绕着石安所说的讯息 已经转移了 就是我们所说的讯息 那种的震撼程度 那种的简直世界 接近好像 当我们在说的时候 世界好像是假的 反而我们的信息才是真的 那种感觉 世界好像是继续砌游戏 那样砌出来 而并且还要是完全 均临天下之势地砌 这些海船门 巴黎 我们所说的三分市 我们所说的华盛顿 我们所说的甚至是火星 或者是香港 那种是完全不可以 推毁的一个事实 原来神给了一个 那么伟大的呼召 所以当我们理解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明白 在过去那么多年里面 原来我们凭信心跟从神的话 神是真是 祂是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偉大 但是有什么能够使得 你可以跟上这个 你想象以外更偉大的神呢 就是信心 所以在以前来说 我愿意甘于为神而淡薄 甘于为神而死 甘于为神而平凡 所以在过去那么多年当中 我亦见证很少人 看到他们因为不爱主 因为他们跟着石安的原因 就是人生当中 有某一段段落 当中有些他想要 所以他跟着石安会行某段 有些人可能来到的时候 他想找些东西解决他的寂寞 所以他跟着石安一段时间 但他不是为了爱神的 只不过他为了跟我们 可以说是埋堆 他扮爱神 他都自己以为自己是爱神 但他给的代价 他简直是万分之一都没有 所以很多人 因为他自己有不同的需要 不同时间里面 他们自己希望 为自己所寻找 有些可能为了寻找配偶 有些为了寻找别人的认同 有些他读书的时候 被人嘶笑 但回到石安有人 爱他 这些人很刺人 我都明白他们的心思 为什么 因为当我学会他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容易去听到 很多人内心所想的事情 例如举个例子 当他还未懂得说话的时候 他其实有什么需要 其实我抱着他的时候 我知道 究竟他是太热 他是痛 他冷 他肚饿 还是他被塞 我抱着他的时候 我就知道 所以当我看到好色人 他们走的路向 跟石安不同 无论是加拿大的 我认识的朋友 甚至曾经回来 我们教会当中的人 他们会觉得 为了什么 我们不用拼命 总之大家 旧旧既既既 在一起 最重要是 集合一堆朋友 各有各的看法 有些人 集合一堆朋友 很重要 有些人觉得 平平淡淡 有些人觉得 成功到某个阶段 不要说商用水这些信息 让我们留在这个安书当中 我们自己去享受 每一个人 他都是因为 他自己本身的出发点 而导致他们 达到他的出发点 他就希望 围留在那里 但问题 我的出发点 根本就不是为了 这些人所说 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不是想要一个女朋友 我现在开始这条路 我不是为了上安书 我开始这条路 我也不是想发达 或者是知名 去走这条路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 而导致我发觉 很多泛夫走卓式的信仰 很轻易在安日当中 很轻易 跟着石安的成功 去到某个阶段 他们直接想帮石安扎制 明白吗 但我想让你知道 我自己 不单止遇过这些人 为什么我不会被这些人拖住 石安不向前迈进呢 原因我接触的 还要是那些 叫做大牧师 例如他一个实际的例子 例如我们曾经说过 Cindy Jacob 他写一本书 叫《得着仇敌的承门》 其实他是我最早 最早 最早 二十多年前 最早 我说的是90年代 他最早的时候 是第一个去讲阴谋论 以唱书第二章第二至第三节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 超乎珠山 高过于万岭 百民都要留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 前往雪内霸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最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分悔必出于石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为着信 可怕忘 我的心 不迷茫 现信靠 上帝 永向前望 神话愿 给我指引 想背包 照耀明朗 照亮我心中 只刻意成盼望 以我所爱加索罗罗 便要舍去重担 再去奋抱 尋着我的教授 为我救主显真光 让这真光彰显 永未将思考 永未将思考 本彩赞美 在尽路跟我 爱 永不死 光照耀失所 让我 于世上 点燦难真光 永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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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